你知道你是民進黨派出來的 可是我們覺得大家都是很新的嗎 不要用攻擊的反而去 不是 我講的就是有評有趣啊 不是 不要攻擊 你攻擊我啊 你攻擊我本人就好 為什麼要攻擊你家人 我是候選人 而且是一個不要用攻擊 你也不要攻擊我 那你出來競選的時候 你也在強調你家人嗎 不是也說我爸爸媽媽服務三萬件嗎 那你為什麼不講自己進做事 你要講你爸爸媽媽呢 你不是講說陳景町服務三萬件嗎 你不是講說我打籃球打到哪 我看到籃球光壞了 我就請我媽媽來修嗎 那為什麼要講媽媽呢 我們要講自己的好 不要講別人的問題 那我覺得你父母做的不好的地方 為什麼不能講呢 我們講自己好 不要講別人的問題 所以你說選人都不可以互相檢視嗎 那為什麼公民黨要來質疑賴清德呢 那為什麼你要一直質疑賴清德呢 那我有質疑賴清德的爸爸媽媽媽嗎 我有質疑賴清德的爸爸媽媽媽 那你不要攻擊我沒有攻擊賴清德的爸爸媽媽 我沒有攻擊賴清德的爸爸媽媽媽 我沒有攻擊賴清德的爸爸媽媽 我沒有攻擊賴清德的爸爸媽媽 那當然我是質疑 我沒有攻擊賴清德的爸爸媽媽 重點是這個文宣上面 你覺得有沒有寫對的地方 我沒有攻擊賴清德的爸爸媽媽媽 我沒有把賴清德的爸爸媽媽 放在我的文宣上 然後揍成功 那你也強調就是你出來參選 我沒有攻擊賴清德的爸爸媽媽媽 你是陳秉立的兒子 你是張秀教的兒子 賴清德沒有爸爸媽媽媽 賴清德沒有爸爸媽媽媽 那你既然覺得說 基成他們是一個對你很正面的事情 那在我們的立場看來 你們家有做什麼 民進黨要求你公司 承認到這裡就好 例如說我最近在質疑你們家族在綜合草地 如果你覺得我的家族在綜合有草地 你也會拿出來見識 你根本沒有綜合資產 你根本沒有綜合資產在哪裡 請說 你不看我財產申報 三二一 你在綜合有沒有資產 我沒有 我沒有綜合 所以你有綜合人嗎 是 要有在綜合有資產 有三百多筆土地才是綜合人 了解 謝謝 綜合人你根本沒有綜合的資產 你們如果不能私底下 好好來討論來聊天 那我可能跟別人說 謝謝 你不是說要問我們 我是要對準 我們要對準 我只要請問你 為什麼要發出什麼問題 請問我看到現在 有沒有 有沒有攻擊過 我請問你有沒有攻擊過 那請教哪裡 沒有 我以為我們選舉應該是 要好好討論政策 如果是正確的那就是 不是不是 我沒有說正確的 不能用攻擊 因為你不是綜合人 為什麼你知道我 為什麼我們是綜合人 綜合在哪裡 什麼意思 好 講完了 回到什麼意思 為什麼 哪裡 請問這樣張先生 我會覺得是哪裡選人不對 不是啊 常立選人不對 你說選舉不要攻擊了 為什麼不可以 常立選人不對 那你選人不對 那你選人哪補啊 就是綜合人 不應該要求綜合人 為什麼不是綜合人 為什麼不是綜合人 他給我綜合哪裡 你要講啊 我知道我住在校街啊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你要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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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綜合人 然後你叫做綜合人 為什麼要選舉用攻擊的方式 好不好 所以那裡是 他緊張哪裡 我說不一樣 選舉不要用攻擊的方式 不是哪裡不實 選舉不要用攻擊的方式 不是如果有不實 而且我跟大家講說 那請問你 為什麼你的助理一直在錄 不是因為你跟我是這樣一個 不是很重要 我說我們私下討論 如果我們出去以後 我亂講說 欸 張先生今天亂罵我 那你說沒有 我們要有一個證據嘛 對不對 我沒有說你們亂罵我 我說為什麼要選舉用攻擊的方式 而且我說第二點 我們大概大家都在討論 不要錄影 我也講過三次不要錄影 我們私下跟你討論請教一下 不要錄影 而且我也沒有拿麥克風來罵 我說不要錄影 大概中文你應該聽得懂 我不知道美國出生之後 已經聽得懂 所以我說不要錄影 大家好好私下講一下 選舉用公平競爭的方式 以後大家還可以做朋友 不需要這樣做 我一直在講三次 我沒有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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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選舉 他剛也在拍 我說沒有要拍 大家選舉完了以後 我知道你是民進黨派出來的 可是我覺得大家都很輕人 不要用攻擊的方式 不是我講的就是有點有趣 不是不要攻擊 你攻擊我啊 你攻擊我本人就好 為什麼要攻擊你的家人 我是不選的 而且選舉一個不要攻擊 你也不要攻擊你的家人 那你出來競選的時候 為什麼也在強調你家人嗎 不是也說 我爸爸媽媽服務三萬件嗎 那你為什麼不講自己做事 我們只講自己做的好 我們只講自己做的好 你不是講說 陳情定服務三萬件嗎 那是講自己的好 你不是講說 我打籃球打到哪 我看到籃球光壞了 我就請我媽媽媽來修嗎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講自己的好 不要講別人的問題 那我覺得你父母做的不好的地方 為什麼不能講呢 我們講自己好 不要講別人的問題 所以你說選舉人都不可以互相檢視嗎 不能互相攻擊 你不是說新黨又來執意賴清德 那為什麼你要一直執意賴清德 那我沒有一直執意賴清德 那我不會有執意賴清德的爸爸媽媽媽 那你說不要公平要批意賴清德的爸爸媽媽 那你是不是依賴清德 在用後選的 你不要公平 我沒有公平賴清德的爸爸媽媽 我沒有公平賴清德的爸爸媽媽 我是一個候選人 你的家族出來參選 那當然我是指引 我沒有公平賴清德的爸爸媽媽媽 重點是這個文宣上 你覺得有沒有寫對的地方 我沒有公平賴清德爸爸媽媽媽 放在我的輪圈上 然後奉承承承承承承 那你也強調就是你出來參選 你是也強調的嗎 我沒有恭喜賴清德的爸爸媽媽媽 你是陳婷筠的兒子 你是張婷筠的兒子 你不是自己也強調這件事嗎 賴清德沒有爸爸媽媽媽 那我們有恭喜賴清德的爸爸媽媽媽 那既然你覺得說 既然他們是一個對你很正面的事情 那在我們立場看來 你們家有做什麼好理想 我已經跟你們講了 當然你請常出來罵公共 你沒有罵公共會了解 你建議民進黨去邀請降總 我們同意 那我們今天就想要正面 這就是我的選擇的理念 民進黨要求你公司 就如果 像例如說我最近在質疑 你們家族在綜合草地 如果你覺得我的家族在綜合有草地 你也會拿出來見識 你根本沒有綜合資產 你根本沒有綜合資產在哪裡 請說 你可以看我財產升到嗎 三二一 你在綜合有沒有資產 我沒有我們有房產啊 所以你有綜合人嗎 喔是 要有在綜合有資產 有三百多筆土地才是綜合人 了解 謝謝 沒有資產不能叫綜合人 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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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 沒有資產不能叫綜合人 謝謝 謝謝 那我也不能是綜合人 我家在綜合也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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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